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汉书 党固列传序 上次讲到 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 怀金邪术 所在误会 智有时区纷争之论 党同伐义之说 守文之图胜于十亿 自武帝以后 这显然的指的是汉武帝 崇尚儒学 汉武帝的时候 在思想方面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举动 这个咱们大家 应该都知道 就是 罢处百家 独尊如数 所以这提到 崇尚儒学 怀金邪术 怀金指的就是 这个怀跟邪是 禁义词 在这儿 都是 拥有的意思 怀金指的是 拥有儒家的 经典 邪术 指的是 拥有 儒家的学术 所在误会 这个所在误会 所在就是 上面说的这些 怀金邪术的人 所在的地方 误会 在这儿呢 这个误会 就像咱们平常说的 这个 蜂拥而至 那蜂拥 那意思 差不多 这个误 是名词 用作状语 来修饰 这个会 这会呢 是聚会的意思 就是说 像雾一样 像云雾一样 聚在一起 聚会在一起 拥有 时取 纷争之论 因为他们经常 聚在一块 这些 儒家 怀有儒家 经典学术的人 经常聚会在一块 所以呢 拥有 这个拥有 就是可以 翻译为 静至于 静至于 有 时取 纷争之论 时取 纷争 这指的是 汉 宣帝 甘露三年 就是公元前 五十一年 汇集 如生 在 时取 阁 讲论 五经 一同 很多 著名的 学者 和太子 太父 相望之等 平义 是非 然后 奏给皇帝 汉宣帝呢 亲自 到现场 进行裁决 时取 阁呢 是汉代 朝廷收藏 朝廷密集的 图书的地方 就是朝廷收藏 密集图书的地方 叫时取 阁 所以呢 他们 这场争论 关于五经 同义 一同的争论 就在十七格 这个地方 展开 党同伐义之说 党同伐义 现在还有这个成语 意思呢 是偏袒 偏袒 同党 公伐 义己 守文之图 胜于十以 这个 守文之图 守文 这两个字 在古华原 也是固定搭配 意思是 拘泥文字 拘泥文字 那么这个 守文之图呢 在这儿 又特指那些装靠解释儒家经典度日的人 在汉代呢 这个解释儒家经典呢 成为风气 因为独尊儒术嘛 所以大家都共同来学习这个儒家经典 于是呢 有很多人呢 就以此为生 专门解释 这个各种儒家经典 有的人呢 能从几个字里呢 解释出几千个字 甚至 一个字就能解释出 好几千个字 所以有些呢 简直就成了文字游戏了 他已经失去了 学习儒家经典 本来的意思 而越搞越繁琐 搞得非常的复杂 这样呢 他们就能够借此呢 来谋生 所以这儿的守文之图 专门指这种人 那么具体情况呢 是汉武帝的时候 博士弟子呢 定源是五十人 就是这些学经典的 到汉昭帝的时候呢 就增加到一百人 到汉宣帝末年的时候 就增加到两百人 到汉元帝的时候 又增加到一千人 到汉成帝的时候呢 又增加到三千人 从五十人 一直到增加到三千人 这个在汉书 如临传续里边 都有很生动的描绘 咱们有时间呢 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呢 到汉元帝的时候呢 他规定啊 就是只要能通一经 就是你能够 怀疑一种经典 讲得比较好 这样呢 就可以免去赴税 所以这当时呢 就是吸引很多人 去研究 这两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从汉武帝之后 崇尚儒学 就刚才说的 这个崇尚儒学 主要是指的是 罢黜百家 独尊入术 那些通晓儒家经典 儒家学术的人 常常像物一样 聚会在一起 因此 静置于 有 十曲阁 五经 同意的 争论 党同伐意的 主张 而靠解释经典 度日的人 也在这时 兴盛起来 这个刚才说了 就说这个 从汉武帝 咱们再 再说一下 这个 西汉的 这个几个皇帝的 这个次序 就是 西汉初年 那是刘邦 汉高祖 然后汉徽帝 然后是文景武 昭宣 元成哀平 至王莽专伟 那么 西汉 西汉和东汉之间 咱们都知道 有一个王莽艰辛 所以在这儿 说到王莽 王莽专伟 忠于篡国 忠义之流 耻见英福 遂乃荣华秋贺 甘足枯稿 王莽专伟 伟 原意是非法窃据 在这儿呢 就是实际上指的是 僭越的 僭越的行为 这个专呢 就是专门的意思 专门从事僭越的行为 忠于篡国 这好懂 忠义之流 这也好懂 耻见英福 耻见英福 就是耻于 看见英福 英呢 是古代 帽子 系在这个 下部壳底下的 这个帽 丝带 叫英 福呢 是古代 系在印章上的 那个丝绳 这两样东西呢 戒指 这个官员 因为官员呢 你做官 你要戴 做官的帽子 要有官衣 这两样东西 所以是典型的东西 耻见英福呢 就是 所以这耻见英福的意思 就是耻于 当官 不愿意去当官 因为 这个王王嘛 他是 串串权 所以 忠义之流呢 就是耻于当官 所以呢 荣华秋贺 甘祖五库稿 荣华 在这儿是 异东用法 就是认为 秋贺 就像 荣华一样 秋贺在这儿指什么呢 就是指这个 咱们用 现代俗语来翻译的话 就是山沟的 就是以山沟为荣华 什么意思啊 就是由于 他们这些人呢 他不愿意去当官 所以呢 宁愿去隐居山林 而把这隐居山林呢 当作荣华富贵 所以荣华秋贺 就是 以荣华为秋贺 把秋贺 看作是 把山沟看得像荣华一样 下边也是一样 甘祖枯稿 甘 是 乐意 情愿 的意思 足 是满足 枯稿 这两个呢 又是固定用法 不能 在这儿不能拆开来解释 枯稿的意思 在这儿是 困苦 贫困 就是非常贫穷的日子 非常贫穷的日子呢 他们却认为是 甘 足 非常 满意 非常满足 所以 就是 以在 以在也隐居为荣 甘心过 辛苦 的生活 所以 中兴在运 汉德 重开 而 宝神 怀放 米香 木西 去救之节 重于十亿 这刚才呢 说的是 王莽的时候 下边呢 中兴在运 汉德 重开 这个指的呢 就是 东汉 因为 东汉呢 东汉的时候 东汉初年呢 比较兴盛 而且呢 他在两汉呢 正好是在两汉的中间 所以叫中兴 中兴在运 运 意思 本意思 是 气数 这个气数呢 就指 天命的安排 命中注定 汉德重开 这个 这个汉德呢 在这呢 又是 五行 里边的一种说法 五行 学说里边 称四季 四季里的旺气 叫德 在这呢 是指 一个朝代的 兴旺 就是汉代的 这个朝代 的兴旺 重开 又又到来了 指的都是 东汉初年的情况 而宝山淮方 米向 木席 宝山淮方 在这指的就是 在这指的就是 宝山指的是明哲 宝山 怀方指的是 循环 治国的 方略 就这样的人 明哲 宝山 循环 治国 方略的人 怎么样呢 米向 木西 米 在这呢 是更加的意思 乡是互乡 木西 木是 私木 向往 西 在这不是 既不是偷西的意思 也不是 继承的意思 咱们一般的说 承西 是吧 继承的意思 在这都不是 在这个地方是 接触 影响的意思 去旧之节 去旧 在这呢 是指当官 如果去当官的话 是旧 是指做官 去是指辞官离去 去旧之节 在这呢 是一个 副词偏译 咱们讲过 偏在去 就是辞官 就是去旧呢 是 辞官或者坐官 的气节 如果死意的话 但实际上指的是 辞官的气节 它重在辞官 这种复词偏译呢 咱们 现在汉语里边也有 咱们也说过 你比如说 咱们现在说窗户 窗户咱们指的是 只是那个window 而不包括那个门 但实际上窗户 这两个字 是窗和门 古代的话 按古汉语的话 是窗户门 但是在现代汉语里边 它是副词偏译 只偏在窗这个意思 只有窗 还有比如说衣裳 咱们穿的衣裳 咱们现在说穿衣裳 这衣裳呢 在古代呢 它也是 衣是上衣 这个商是下衣 古代念常 那么在现代汉语里边的衣裳 那一般也就是 一般说的就是上衣了 这下下衣的意思 已经基本没有了 这东西属于副词偏译 就是两个 相近或者相反的词 搁在一块 但是呢 它一个意思呢 已经很大了 而突出另外一个词的意思 比如窗户 衣裳 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去旧 在这呢 主要是去的意思 就是说词官的气节 重于十亿 就是在当时非常被看重 那么这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到王莽时 专门做剑阅的事情 他终于篡夺了政权 那些忠义的人们 耻于做往往的官 于是就以隐居山野为荣 这个岁在这是于事的意思 心甘情愿的过贫困的生活 虽然汉代的忠心 是天命注定的 汉代的兴旺时期 重新到来 而那些 明哲保身 心怀治国方略的人 却更加互相私慕 互相影响 词官的节操 在当时就更被看重了 下边 戴环灵之间 主政主荒正妙 国命伪于焉寺 世子修语为武 故皮肤亢奋 处事恨意 遂乃激阳名声 互相提福 品和公卿 财良执政 性执之风 一丝行矣 戴环灵之间 这个 一个门字里边 一个月字 是咱们这个说的 时间的尖字的 古字 就是咱们现在说 时间的尖呢 这个是一个门字里边 一个日字 但是它最早的 早期的字呢 是一个门字里边 一个月字 就好像从门缝里边 看的月亮一样 所以它是 间隙的意思 那么环陵呢 是东汉 东汉王朝 末年 倒数 第四个 第三个皇帝 汉环帝 是第四个皇帝 汉陵帝 是第三个皇帝 他们在位的时间呢 是公元 147到168到189 就是147到168 是环帝 168到189 是汉陵帝 带 就是到 什么什么时候 到了这个环帝和陵帝之间 这个时候 主荒正谬 荒 在这不是 显然不是荒凉的意思 那么在这 是指 统治者 沉迷于 田列 燕饮 田列就是打猎了 沉迷于打猎 燕饮 就整个 整天吃喝玩乐 不理正事 这叫荒 就是统治者 沉迷于吃喝玩乐 不理正事 这叫 主 这叫荒 正谬 这个烂角字 这个谬 通 咱们现在写的这个 言字边的那个荒谬的谬 它的意思呢 是错误的意思 就是出现很多荒谬的事情 国命 国命 尾鱼 淹寺 淹寺 只是 指 宦官 所以 对宦官呢 有的时候叫淹寺 一般的说 淹党 也指的 淹人 那指的都是宦官 国命 尾鱼 就是国家的命运呢 委托给宦官 这些人 世子修以为武 这好懂 故皮肤 亢奋 处事 亨义 所以呢 皮肤和处事 在这是一个意思 都是 不当官的人 没有当官的人 皮肤 亢奋 这个抗 咱们 现在汉语里边 一般 是 比如抗日战争 那是抵抗 或者是说 对抗 对抗赛 但是它在古汉语里边 还有一种用法 它表示 坦率 坦率 在这就是这个意思 坦率的表示 愤怒 处事 亨义 处事 刚才咱们说了 也是没当官的 没做官的人叫处事 亨义 这个横 就是咱们现代汉语里 说的蛮横 这人很蛮横 那个横 就是放纵的议论 放纵的议论 岁乃 激阳名声 互相提福 岁乃 就是 于事的意思 激阳名声 激阳 意思是 激动振奋 在这可以活语为 宣扬 互相提福 提福 在这 指的是 提的是品评的意思 福是福去尘土 比于 识别真正的 有才能的人 就像福去尘土一样 但是在这 这个提福 有标榜 吹捧的意思 标榜 互相 标榜 互相吹捧 品核 公清 品核 是评论的意思 这个核呢 就通咱们 今天说那考核 成绩考核的 那个木字边的那个核 放在一块 可以说是评论 公清呢 指的是高官 财良执政 财良和品核 在这儿同意 都是评论的意思 执政 也是高官 指的是高官 性质之风 于思行矣 性在这儿是 刚毙 性的意思是刚毙 那么性质 就是非常倔强固执 就叫性质 倔强固执的风气 于思行矣 在这个时候 开始上行 这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到东汉 皇帝 临帝 年间 皇帝 沉迷于 田列 燕尹 田列就是打猎 国政大事 错误百出 国家的命运 委托给了 宦官 读书人 认为和宦官 在一起 做官 是莫大的耻辱 因此 连皮肤 都公开表示 愤慨 未做官的人 也放纵的 议论 中间这儿 咱们加几个字 由于他们 蔑视当权的宦官 因此 就互相 宣扬 名声 互相标榜 对公卿之类的高官 平头 品足 对当权者 说长 说长 论短 倔强固执的风气 也从这时 开始流行 这一大段 说的主要是两汉时期 风气时尚的变化 下边这小段 咱们看一下 伏上号 则下必胜 脚望 故执闭过 其理然矣 若犯旁张检之徒 轻心 极恶 中献党义 不其然乎 伏上号 则下必胜 这伏是发语词 咱们很熟悉 上号 下必胜 这个到现在 还有这种说法 上有所号 下必胜焉 这几乎是成 成了成语了 就是这个上 当然主的 这指的主要是皇帝 或者是 这个高层领导 高层领导 他喜欢什么 上号 则下 那么下级的官吏呢 必胜 就是一定会 扩大这种影响 这个呢 从古到今 都是 都是这种情况 脚望 故执闭过 脚望 这个望 在这不是冤枉的意思 在这个望 在这就是弯曲 弯曲的意思 脚 就是把弯曲的弄直 叫脚 所以脚望 整个意思就是 把弯曲的 给它调直 故直必过 这个咱们现在 还有这成语 脚望过正 脚望过正 或者也叫脚望过直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 你纠正一个错误 本来纠正这错误 是对的 但是你纠正的过分了 那么它也 也变成错误了 所以列宁那时候 那话非常对 然后这个 真理在向前迈一步 就变成了谬误 就说这个分寸 是必须要把握好 如果把握不好的话 那么 你在反对一种倾向的同时 就会掩盖另一种倾向 其理然意 就是 它的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样子 若范庞张俭之图 清心极恶 中线党义 不其然乎 范庞张俭 范庞呢 就是咱们学完这篇课文之后 马上学范庞传 他这个范庞呢 他的生族年呢 是公元137到169 他自孟伯 孟子的孟 博物馆的博 东汉 汝南争腔人 就是现在河南 眼城一带 他曾经 做汝南郡的公巢 公巢是当时的一个官名 他压抑豪强 并且呢 和太学生结交 反对宦官 在党故事件里边呢 两次被捕 最终呢 死在狱中 他在这个党人中呢 以耿直 不畏死难 著名 张俭呢 是公元115到 198年 他自元节 元旦的元 节日的节 东汉山阳 山阳郡高平县人 就是现在的山东 周县一带 他开始呢 是任山阳东部 都游 他曾经 严厉的弹劾 宦官 喉揽 没收他的 没收这个 宦官喉揽的家财 所以呢 因此呢 名闻天下 后来呢 他遭受迫害 逃亡出塞 沿途呢 很多人呢 为了 为了 保护他 而 家破人亡 汉先帝初年呢 又出来做官 不久 去世 而这两个人呢 都是当时很著名的 所谓的党人 像 所以那弱 弱啊 就是下 范庞 张俭这样的 这这一类人啊 倾心 疾恨 啊 清心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心地清白高洁 啊 疾恨 这个 这个 忌啊 在这就是 就是仇恨的意思啊 要忌恶啊 就是咱们说 忌恶如仇啊 就是忌恶 所以这个忌 这个忌呢 在这就是恨 恶呢 就指的是邪恶 啊 中宪党义 啊 最终陷入 啊 对党人的非议 啊 对党人的批评 不其然乎 啊 不正是这样吗 嗯 韩子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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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